馬大哥 哈囉 別逼我出手 哈囉酒蛋 午安啊 哈囉笑嫻 欸欸 你要去哪裡 你要去哪裡啦 不要跑嘛 哈囉 Sparky 不要跑嘛 不要跑啦 BB BB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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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天佑 哈囉 Dream 哎呀 BB啊 他跑掉了 對 他逼人回去 BB 不理我 哈囉 Eason 哈囉沙悠 大家午安 吃飽了嗎 怎麼有毛 哈囉希娜 的小精靈 哈囉 怎麼念 I I I 怎麼念 M.A.G.E. 嗨你好 哈囉黃瑜 才沒有虐待他 謝謝孝賢的心之怪 哈囉塔瓦哥 哈囉UP 哈囉 期待聽我念文章嗎 好喔 我們要先聊天半個小時好嗎 還有啥唷 吃麵條 吃麵條 是什麼麵 BB 他睡好遠喔 雞 只能看 今天嗎 好喔 那你可以跟我聊天 謝謝孝賢的向日葵花海 剛好 哈囉老公 像我要念書嗎 你怕你會睡著 你可以睡著沒關係 沒有 你要跟我聊天 不能睡著 哈囉三倍數 哈囉Jack 對我是體育鼓掌 壞消息 什麼是否生氣 蛤什麼東西 什麼宣 什麼宣導公告 哈囉又天籃 欸大家去那個啦 我們的運動會的那個影片底下留言 快點 現在去 我追尋你們出去 三分鐘 去留言 嗯 冷孤 雲 吞 哇 聽起來很厲害 大家留言 雨嶺好可愛 Sakura沒人才了嗎 是怎樣 你說 你說 體育課嗎 不是 你說 在講什麼 體育鼓掌嗎 康樂 對 高中開始是康樂鼓掌 可是我 國中開始是康樂鼓掌 對 可以留小寶好可愛嗎 你看 你留小寶有人知道是誰嗎 有人屢勸不聽 那就是他的問題了 雖然我也不知道是誰 哈囉屈原 哈囉修半夏 哈囉阿公 哈囉夜空Sky 謝謝你分享我的直播間 聽說 雨嶺是團裡面身為體育鼓掌 沒有好不好 就 好啦說實話 就其實就只是 我記那個 我記那個健康操 記得比較清楚 所以我出去帶隊這樣 哈哈哈 但是 體育鼓掌 康樂到底要幹嘛 就是我不太懂 反正就是 通常都是體育鼓掌 帶健身操 好嗎 怎麼 哈囉 檸檬心 檸檬心 什麼 嗨空白 哈囉 怎麼樣 緊庸嗎 嗨你好 哈囉浩毅 謝謝孝翔向日葵 哈囉賴賴 Dream不要生氣 我們待會就來練習不生氣 那是新版的 那很舊了好不好 那超舊了耶 那個很久了 而且我們跳的是 欸 四五六年級 還是一二三年級 忘記 應該是四五六年級的 從小跳到大耶 而且我們以前是 就是 全部的人要一起跳 有幾乎每個禮拜嗎 我這個我就忘記了 辰辰前輩 她也 她 她好像 不知道是不太記得還是 她應該也會跳 可是我出去帶隊 懂嗎 對高年級版本 全聯廣告 喔真的喔 喔四五六 對不對 芳如也會跳吧 有沒有人也會跳 我們一起跳健康操 對健康操有兩個版本 我記得 國中也有一個版本 可是我們國中沒有在跳健康操 而且國中的健康操很 很蠢 我記得是這樣子 我們來 跳健康操 怎麼樣 你從來沒跳過健康操 為什麼 為什麼 怎麼可以這樣 我們學校很愛健康操耶 而且 而且還是體重過輕的人要去跳 真的是傻眼 挺奇特的吧 國民健康操 好像是耶 嗯 我好像 我不知道我有聽過那個嗎 健康 超 還有什麼其他的呢 好像也沒有了吧 這個 這個 是 是 LUCY 嘿 同學 別的學校同學 蛤 真的喔 你們學校不喜歡健康操是不是 半蹲甩手 彎腰左轉右轉 沒了 蛤 那麼簡單嗎 哈囉Q LUCY 那到底是什麼 我忘記第一年級了 我來看一下 一到三 我應該會跳 因為我們 就是有跳過 好熟悉喔 可是我應該差不多忘記了吧 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嗎 是嗎 欸我忘記了 不一樣 我忘記了 欸 我跟你講 我也很想要滑水好嗎 可是 我就是偏偏太矮了 所以 排隊伍一定會排在最前面 然後 最前面的人一定要會跳 所以 就 就 沒辦法 而且老師一定會排在最前面 一定會叫我練 因為我是學跳舞的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 學跳舞的應該要會跳 我倒是帶隊的那個 我們還是來播 四到六年級好了 對 沒辦法滑水 小艾琳怎樣 真的是 沒辦法偷懶欸 同 什麼 同陽光玩 有什麼意思 你說 夏日約會嗎 謝謝Sparky的剪刀 老師邏輯正好 跳明珠舞的 就是 因為我是學舞的嘛 所以就 就好像 好像 應該要會跳這樣 好喔 謝謝可以拿 哈囉北錘小紅毛 哈囉阿翔 哈囉大贏家的 冰火KT 謝謝空白的看好你唷 好 快點去留言 快點 你們趕快去 那個 TimTP的影片底下留言 快點 萬華標給我 萬華標我 你要標我我才會看到 只有石頭跟橙木 沒關係 之後一定會越來越好看的 哈囉江森 這小東西小時候沒跳過 但是你小三 已經小三歲了 喔是嗎 還是你那時候還沒有 是嗎 是這樣嗎 十年前耶 這個影片 哈 哈 年紀就贏了是不是 我也很期待 接著看下去吧 為了燒肉 我們可是很努力的 那個獎品一獎下來 我就哇 這樣子超開心的 很期待很期待 哈囉 厘辛 哈囉 草莓醬 國小的回憶 哈囉 懸陽 你們到底二了多久 不是這聽起來就很厲害啊 燒肉萬水 是 那個燒肉出來 是我們那場裡面 可能叫最大聲的 嗨阿華 哈囉 羊熊 哈囉 中二最先 登登登登號 哈囉 枝田 枝田五安 雖然你看好風鈴草 你看好風鈴草 是不是 也是可以啦 也是可以啦 吃素料庫 你們班代表去比賽 欸可是我們沒有比過健康草耶 我們就只有跳 在學校 在學校跳而已 會種水草 現在已經採訪了 好啊 等你唷 沙莉亞已經無法滿足一組 是的 可是 沒辦法 我們只能吃沙莉亞 因為沒錢 現在有多久沒吃燒肉 也不是 就是聽起來很厲害好嗎 跟多久沒吃燒肉沒有關係 跟多餓沒有關係 就是聽起來很厲害這樣 謝謝沙莉亞的向日葵 哈囉 你們最看好哪一種 風鈴草都吃熱草 我們可以參考一下 沒有 我們喜歡餐廳 熱草是什麼 熱草是那種 熱草是什麼 熱草是一盤一盤大家一起吃的 熱草是一盤一盤大家一起吃的 熱草是一盤大家一起吃的是嗎 讓讓讓 身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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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喜歡 氣氛好 燈光美氣氛家的地方 哈哈哈哈 因為沒錢 是不是應該對著媽媽再說一次 跟媽媽沒有關係 什麼熱草 熱草不在這裡好嗎 你看那個影片 你看起來哪一組比較有希望 看好可愛的音組 謝謝 我們會加油的 什麼 要快點去底下留言 幫我們加油打氣 應該是銀花組 為什麼 怎樣啦阿公 到底在幹嘛 燒肉真的 是吧 但Daisy對燒肉欲望比較大 光李孟春欲望就 很大了好嗎 乖乖留完了 Sparky最棒 哈囉 好可愛 嗯 籃球校隊 他是籃球校隊的 我應該知道這是什麼 喔哈囉 嗨的 嗨的好久不見 喔 他是 他是籃球校隊的 哈囉 Cindy Cindy你好 BB 聽說今天是冷笑話節 嗯 笑話節 嗯 國際笑話日 之類的 之類的 你整場都在看我 真的嗎 我是你的首推嗎 小慧是國術社是什麼 國術 國術 國術社 是什麼 國術社是什麼 平寒的節日 對今天是平寒的節日 平寒今天有沒有開播 他應該講一波冷笑話 我查了一個 查了一些冷笑話 國術社是什麼 我我忘記了 我應該有聽過 但是我忘記 多多運動瘦身好 他晚上有開播 那我要來 待會傳訊息 跟平寒說 平寒你知道今天是什麼節嗎 等一下 咦 我剛剛 喔 欸我問你們喔 什麼情況下 人會有四隻眼睛 這推國是不是在做的 武術 是學什麼 武功喔 武術是什麼 哈哈哈哈哈 那種嗎 哈囉花花你好 戴眼鏡的時候 不是 不是戴眼鏡 想要我公布答案嗎 不是戴眼鏡 哈囉人好 哈囉雨者 變四眼田即使 不是不是 哈囉澄澄 快點拆拆拆 拆拆看 你們覺得是什麼 什麼情況下人會有四隻眼睛 哈囉單神Daniel 看到雲林的時候 為什麼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看到我的時候 為什麼會有四隻眼睛 照鏡子 好像滿合理的耶 可是不是 我要公布了 我要公布了 兩個人的時候 就是兩個人 一起的時候 懂嗎 很好笑吧 他不是戴眼鏡 下一題 一隻公雞加一隻母雞 拆三個字 快點快點 中一帥 很好笑耶 一隻公雞加一隻母雞 拆三個字 你就說不想吃 欸不要走嘛 快點 母雞走 好笑喔 你本來要打人就公布了 你知道是不是 看人互看死 快點 一隻公雞加一隻母雞 拆三個字 母雞斗 空白很厲害耶 空白猜對了 就是兩隻雞 三個字啊 很棒吧 很棒吧 我問你們 錢的媽媽是誰 就是媽你錢的媽媽是誰 快點猜 欸 這麼無聊半個頭 欸 幹嘛這樣 錢母錢媽咪 欸 芳如你是不是跟我查到同樣的 同樣的網站 還是這個很老套 我第一次聽欸 是金 因為錢是金聲 小慧問過了 喔 真的喔 好 再問一個 小明的雞跑去小華的家生蛋 請問蛋是誰的 請問蛋是誰的 小明家裡的雞 跑到小華家生蛋 欸 欸 空白 蛤 怎麼 這題很簡單是不是 這題很簡單嗎 為什麼你們都知道 你的 當然是你的是不是 是這樣嗎 好嘛 是雞的 這是的 我看一下 嗯 我看一下 這也是那隻雞的 Hello Angry Bird 找不到了 你們都知道欸 有一隻鯊魚吃下一顆綠豆 結果 結果它變什麼 最後題是不是很簡單 鯊魚豆是怎樣 綠豆沙 沒有在念故事書啊 今天是 今天是 到底叫什麼 國際消化日 所以我們在講消化 吃綠豆沙 就是這樣 變綠豆沙 他說 小蛇很慌張的問 大蛇哥哥 哥哥我們有沒有讀 大蛇說 你問這個幹嘛 小蛇說 我剛才不小心把自己的舌頭咬到 還好嗎小蛇 謝謝黑流星的剪刀 哈囉家羊 好笑嗎 老笑話嗎 有一天火柴棍突然覺得頭很癢 九身手 這念腦嗎 然後 腦著腦著 自己就起火了 因為火柴棍上面 因為火柴棍上面 是那個 的那個地方 你們知道那個 嗎 品寒的笑話是不是都是我這樣 沒有好不好 本來就是分岔 什麼意思 所以咬到也沒關係 會 這樣子咬 然後他的舌頭會這樣擦開 是嗎 吃飽再看 時間過 好藥 有隻章魚沒帶傘 猜三個字 章魚 為什麼要帶傘 謝謝傻優的向日葵 尷尬又不是禮貌的微笑 挺不錯的啊 哈囉薇如 是嗎 是章魚靈嗎 我看到一個 章魚是怎樣 答對了 答對了 我真棒 有一隻熊 牠剪了指甲 變成了什麼 謝謝櫻桃貓的玫瑰 有一隻熊 牠剪了指甲 變成了什麼 快點拆 快拆快拆 嗯 怎麼都知道啊 啊這張 好喔 福利熊是怎樣 我剛看成變態熊 好好笑 變成了能 因為把熊底下那個 剪掉 好吧 好像有點無聊 謝謝 謝謝落日一笑的 向日葵 魔盡熊 是把腳剁掉 不是 可能是這樣吧 熊掌 然後這樣剪掉 懂嗎 哈囉薩庫拉PINK 蛤 看不懂 看不懂 小蛾問爸 小蛾問媽媽 為什麼我要叫爸爸阿媽 小蛾問媽媽 然後他媽媽回 他說 因為我是你的兒娘啊 兒是那個 那個兒的兒娘 好像有點無聊 找不到好笑 有一對玉米相愛了 於是他們決定結婚 結婚那天 一個玉米找不到另外一個玉米了 這個玉米就問身旁的爆米花 你看到我們家玉米了嗎 爆米花就說 親愛的 人家穿婚紗了嗎 好像蠻合理的 玉米穿婚紗就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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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等一下等一下 欸為什麼點不掉 哇 哈囉雷伊 啊 我要尖叫了 Oh my God 我在講冷笑話 太害羞了吧 太害羞了吧 天哪 天哪 欸 哈哈哈 我還在ㄎㄧ 哈囉 哈囉 雷伊主播 嗨 第一次碰到我開播 好害羞 嗨 嗨 嗨 點蛋嗎 哈囉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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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得很好聽的那個祖父 好開心 好開心 等一下 等一下 真的嗎 你很常吃 你去搶紅包 好好笑 有了有了 哈囉 可以繼續冷笑了嗎 真的嗎 這麼害羞 你下點很低 可是你會不會 欸我按錯了 你會不會都聽過了 等一下 哈囉這隻手機還好嗎 但它不能邊播邊看耶 那我們要講冷笑話嗎 它不能一邊播一邊看 太害羞了吧 真的會冷到變冬天 他們都快被我煩死了 猜拳要怎麼玩 猜拳是 就是 我們會收那個 猜拳的那個禮物 然後我會 我可以 點一個地方 跟你們猜拳 這樣子 欸我不知道要做什麼 謝謝雷主播的布 我們來猜猜看 欸我贏了 哈哈 謝謝雷主播 我不知道要做什麼 欸30分到了耶 哈囉叔叔小可愛 哈囉鄭瑄 對是這樣玩 然後我就可以按一個回拆 這樣子 什麼意思 太快了吧 什麼意思 好開心喔 我現在也會 在直播的時候 唸書給他們聽 呀好喔 掰掰 Sparky 白衣 哈囉乙璞 嘿嘿嘿嘿 謝謝主播的剪刀 謝謝雷主播的剪刀 再踩一次 啊我輸了 我輸了 好開心喔 很好玩嗎 很好玩嗎 人家要聽笑話是不是 好嗎 那我們來 那我們來講笑話 Sparky沒有 好 我們來講笑話 謝謝天佑的星星相影 等一下喔 謝謝天佑的藍色音樂吧 不行 這個也太長了 等一下喔 有一個人去看醫生 然後 他從醫院回來了 回到家之後 他媽媽問他說 你從醫院回來啦 沒什麼事吧 醫生怎麼說 他回他 Doctor 好像有點好像 好笑 這個蠻厲害的 哈哈哈哈 你換了三秒 他應該回他 醫生說什麼 太好笑了 等一下 我來看看 他做廣告了吧 他做廣告了吧 嗯 有聽懂嗎 你們沒聽懂 是不是 他問他 就是 就是他媽媽問他 醫生怎麼說啊 啊 他回他Doctor 因為 醫生的英文 因為 醫生的英文 等一下 某公司老闆去旅行 經過一座山石 導遊介紹到 這山下有個泉 屈原泉 老闆問 什麼泉 導遊答 屈原泉 老闆怒到 就你會拼音 我問你什麼泉 那個泉 他叫 他叫屈原 就是那個 那個吃粽子 不是吃粽子 就是那個 粽子的那個屈原 然後他叫屈原泉 聽起來很像拼音 然後那個導遊 以為他在叫他拼音 我覺得這個媽好笑 謝謝小姐的嚇死鬼 很難唸欸 屈原泉 就是叫屈原泉 謝謝空白的眼睛也贊重 好是怎樣啦 對 對 屈 七 七 嗯 不會平了 果然是冷場 沒辦法 老師問 海水為什麼是藍的 小明說 因為有魚 老師問 為什麼有魚 海水就是藍的 小明回答 因為魚會吐泡泡 老師說 什麼意思 小明回 B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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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個好 好廢喔 有沒有聽到嗎 Blu 就是他吐泡泡的聲音 是 嗯 我發現在直播上面講笑話就是會冷場 因為沒有人回答我 對吧 這個好笑 讚喔 終於找 我念起來好可愛 不可以 他還說 我都聽了 這是什麼東西啊 等一下喔 零來風 哈囉 嘴巴吐吐 Blu 有回答 沈默以對 不可以 你們要回答 你們要回答 嗯 等一下 沒有什麼好笑的 飛機上 一位 一位小姐 什麼 一位姐 一位姐是什麼 他寫 一位姐問一個小女孩說 為什麼飛機飛這麼高 都不會撞到星星呢 小女孩回答 我知道 因為星星會閃啊 喂唷 來 下一個網頁 好喔 謝謝主播 啊 謝謝雷姨主播 下次見 雷姨主播 下次見 雷姨主播今天晚上會開播嗎 謝謝雷姨主播的畫質精錘 雷姨主播 你跟你老婆一樣是好播 好播 會唷 大家要記得去看雷姨主播的直播唷 你 好開心嗎 掰掰 晚上見 晚上見嗎 謝謝檸檬的向日葵 太害羞了 羽林董夫眼 蛤 董夫眼你 好喔 掰掰 那大家我們來念書吧 我們來念書吧 念書時間到了 太害羞了 欸 沒有這件事好嗎 來吧 OK OK 請 冷靜 謝謝孝賢的 什麼 欸 怎麼沒有 這什麼 喔 夏日葵嗎 他為什麼沒有寫 恭喜孝賢助獎 為什麼都丟一的時候中 丟一的時候中沒有用對不對 沒有什麼用對不對 念書你覺得更惹 我不管 我們要一起吸收知識 我們要一起吸收知識 好 繼續我們的這本 練習不生氣 第七篇 第七篇 這六百倍好虧 這樣子是多少 這樣是 六百嗎 你要去打咖啡槍啊 欸 欸 對了 我跟你說 我的咖啡槍啊 不讓我玩那個欸 就是那個什麼 連線 跟別的玩家一起打的那個叫什麼 多人作戰 他不讓我玩那個欸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哈 三點半打個電話 這樣子 系統有瑕疵 那怎麼辦 那我就不能打那個 沒有 沒有解答的 不可以講笑話跟念書 不會好嗎 兩分鐘 是兩分鐘嗎 怎麼講笑話 怎麼 怎麼讀書呢 因為我沒有朋友 博勝 你才沒有朋友 要打名牌嗎 都可以啊 看你 那怎麼辦 所以我 應該要 十次約 我就打了兩局 啊 他就 他就卡住了 他說什麼什麼網路連線 什麼 對啊 要解誓約任務欸 但我就不能解那個任務了 但我是要打多久 而且要幾局啊 十局啊 還是三十局 忘記了 小燕 你真的沒有理解 怎麼可能 說不定你的朋友比我多 欸不會 嗯 不知道 好了我們繼續念書 不對 對 你們當初解釋的時候也一樣 他到現在還沒有修好是不是 那我 我再去問問姐姐她們 好 第七篇 不要追究是誰的錯 不妨認為 一切都是舊油自取 是念舊吧 對吧 是舊油 那個修不好 為什麼呢 你們有講過嗎 你們有克服什麼 跟克服說過嗎 只要事情不順利 有些人就會習慣立刻怪罪別人 這種人之所以發怒 嘗試為了使自己正當化而轉嫁問題 這都要怪某事某事某某人 我才是被害者 但自己真的是被害者嗎 克服 不是 是 那叫什麼 投訴 投訴 投訴嗎 復活十次 喔對 聽好像拍得比較難 是不是 就是要救人家十次 是嗎 都是 你自己要留言的 不是 你得錯 差不多 不是啊 哈哈哈哈 不是這個意思啦 NO 真的 你吸收得真快 不調心都怪不景氣 不結婚都怪沒遇到好男人 這次企劃案沒通過 都怪誰誰誰從中作梗 會遲到都怪下雨前公車霧點 這種人隨便認定自己遭受驅代 被虛待是什麼 人只要這麼想 就很容易變成看似可憐 悲慘的人 一小姐是個遭到解雇的約聘人員 我在這家公司服務超過十年 以我現在的年紀 根本找不到工作 根本找不到新工作 我相信在公司 哈 我在講什麼 我會只多一個字 我相信公司 靜靜夜夜的努力工作 公司居然這樣無情解雇我 喔 就是一小姐她 她很信任她的公司 然後 在這裡 工作了很久很久 結果她被解雇了 所以她很生氣 大改版有修好 不過現在又開始了 怎麼開始這樣子 送弄花不重要 都是你的錯 也不是這樣子的啦 哈囉 樂天若同酒爺 修不好生氣 不要生氣 搶不到都是你們自己的錯 你們 很好笑 我再幫你們問問看 我再幫你們問問看 希望她會修好 不然也是滿麻煩的 雖然我平常也沒在打那個東西 我是說多人作戰 我沒有什麼在打 大家都沒在聽還在講遊戲 對嗎 沒關係我自己念就好 在不景氣的年代 遭僱主 遣散的約聘人員 在新聞報道中 常被形容成可憐的弱者 他們的確可憐 但仔細想想 約聘人員本來就存在這樣的風險 現在的公司為了追求利益 常常精簡人士 無關對錯 問題在於選擇約聘制度的人 如果是為了家庭而無法成為 正式員工者則另當別論 那個是引號 搶不到都是老粉的錯 新粉搶不到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哈囉米酒 哈囉水垂 哈囉乃哥 我以為派遣人員或約聘人員 能一直工作下去 這樣這個想法太天真 為了不再碰到類似的事 我應該趁機磨練技能 讓自己到哪裡都可以工作 或許抱持這樣的想法 能開拓更好的未來 至少我就是這樣 你要多增加自己的能力 這樣子才可以 沒有這個困擾 哈囉上班甜甜寡婷 嗨嗨 哈囉獅子丸 哈囉 Debbie 哈囉君妮 哈囉心話 好 停止怪罪其他人事物的想法 你才能擺脫壞心情 然後人生真的就會變得更美好 這是因為怪別人無法解決任何問題 但是認為一切都是咎由自取 則容易接納和解決現況 老粉也很多沒有搶到票 你說搶票這件事嗎 不管是新粉老粉機率都是差不多的 雞湯雞湯 沒有我們在看書 自己的目標和夢想 終有實現的一天 別輕易扮演可憐的受害者 請挺起胸膛 不管現實環境如何 也要奮力前進 加油 怪別人 但能解決對方 第二半 不要這樣 對沒有執著的方向 你要認為 一切都是自己的 好像也不太對 不能 不會一切都是自己的錯 反正不要一直怪罪別人 他的小便條紙上面寫 停止怪罪其他人事物的想法 你才能擺脫壞心情 就是不要遲到就說 就是因為剛剛塞車什麼什麼什麼 那你為什麼不早點出門呢 對嗎 你既然知道會塞車你就要早點出門 那個時段一定會塞車嘛 但如果是遇到什麼 什麼事故的話 那就沒辦法 不要一直為自己找理由 不要一直為自己找理由 我真的是 對一些那種 遲到然後說 什麼 塞車什麼之類的 那種 就不太理解 有些人可能 好 坐火車的話我理解 就是坐火車 火車很常霧點 你又不能控制它 會不會霧點什麼之類的 對 但如果你既然知道會塞車 你就早點出門就好啦 像我就算 就算在近 我也會提早 一個小時之類的 可能太久了啦 但是 但是提早中比遲到好吧 對嗎 知道會塞車就應該請假 不是這樣子 才不是這樣子 你在那邊亂教 那個小明不知道在為什麼 對嗎 你們兄弟要不要打個假 陰 陰的再來 哈囉奧斯卡 偶爾遲到沒關係 常常遲到就 對 不要常常遲到 遲到到底有什麼問題 像我們 比如說像我們現在就會 不是現在 是之前 就會有一個習慣 就是 比如說 我們 12點要上課 那你11點50分就要到 如果12點整才到的話 就是有點不太多 那是日本人的觀念 是不是 日本人是不是都會這樣 提前個10分鐘半個小時 這樣 終於可以來偷看直播 恭喜 應該自己開公司 等你喔 馬路上跳舞 蛤 快閃是不是 突發事故 好 那個是突發事故 可以 約會遲到是不是 叫他 對啊 啊你如果約會找到 說不定人家就會覺得 天啊他好注重我 這樣子 對吧 一樣的道理 結果其中一個睡過頭 至少提早10到15分鐘 對啊 像我以前 因為 因為不懂 然後 譬如說 那天我們就有一個行程 就是住飯店 然後那天 隔天早上有個行程 要幾點幾合這樣 結果我們就 睡過頭 之類的 沒有聽到鬧鐘 什麼的 然後 賴床 什麼的 然後就被罵這樣 所以 自從那次之後 就突然很 時間觀念 就是 要提早到 譬如說 你跟人家約 如果是大長官的話 你跟人家約 12點 我可能就會 11點到 沒有啦 11點半到 這樣之類的 這樣比較保險吧 而且你提早出嘛 你如果不小心記錯 地點的話 你至少還來得及到 另外一個地方 對吧 我很常這樣欸 就是 譬如說今天其實是在這個教室 然後結果跑到公司 這樣之類的 也是蠻蠢的啦 只有一兩次 只有一兩次 為了等他 他 其他朋友 為了等他 出過第一班火車 不知道自己幹嘛 好壞喔 如果約3點半 大家都會很有默契 4點到 傻眼欸 你們真的是 好朋友之間就算了啦 可是 有時候是一些 譬如說開會 你開會總不可能4點到吧 3點半的會 然後你4點才到 這樣也是蠻厲害的 要犯錯才會懂得改變 對 就像我 要遲到過 要遲到過 才會知道有多麼可怕 我覺得遲到很尷尬欸 就是 你要一直跟人家道歉什麼 像 去學校遲到我也覺得很尷尬 因為之前 有些學校不是遲到會要罰站之類的嗎 很尷尬欸 所以學校也是一個 教你 不要遲到的地方 提早遲到 15分就好 提早30分 我好像是一個 蠻怕遲到的人 所以我都會很保險 的提早一個小時 但如果是我很熟悉的地方 就不會來 比如說 如果我們今天是一個通告 然後要去一個 我沒有去過的地點 我就會 多個半個小時 到一個小時的車程 就是 預計的那個車程 雖然我通常都會很早到 但是 但是總比找不到 然後遲到好 國小遲到超尷尬 對啊 然後進去好像 老師對不起我遲到了這樣 真的要這樣子欸 真的是超級 尷尬 然後全班都這樣看著你 他遲到了這樣 那種 超級尷尬 看場合 對啦 是看場合 遲到不算什麼 約了五人給我放鴿子 這部分 對 我超討厭那種 最好不要放我鴿子喔 就是 超級討厭那種東西 原來是不想道歉的部分 不是 就是很尷尬 就是全班會看著你 然後 然後 尷尬這樣 最好找點出發 對啊 你如果走錯路什麼的 你至少不會遲到 像我就是會找點出發的人 對吧 好 繼續 下一篇 果果果 果果不是嘗試的 喔 那是他的問題 不知道 果果他 他應該 嗯 我也不知道 他其實好像 可能很愛摸吧 摸動摸洗 然後就慢慢 放鴿子 要看是什麼 如果是什麼 如果是什麼 突然生病 什麼的 那我覺得還好 還可以接受 啊 就是 最好不要放我鴿子 如果是睡過頭 然後忘記 什麼的之類的 我就會 就算生氣也無法改變別人 與其生氣不如改變自己的行為 好像蠻有道理的 我們對別人生氣 大多是誤以為 只要強硬一點 對方說不定會改變 或好想改變他 例如 有些人會對在家裡 成天無所事事的丈夫發脾氣 你偶爾幫忙打掃一下 行不行 或是 假日可不可以帶家人出去玩 從教訓對方 你這樣不行 進而訴苦 你都不知道我累個半死 萬不得已時 搞不好還威脅對方 我也有自己的想法啊 總之 非常想要改變對方 好像是誒 比如說人家遲到 你就不能早點出門嗎 之類的 可是這個好像也不能 怎麼改變自己 啊像是那種 如果你知道你的朋友很常遲到 你就 到了一個時間 你就打電話 你起床了沒 之類的 好像不錯 因為雨菱都不關你出來 啊 我跟你出去完我就不在這裡好嗎 謝謝代代的心之怪 與其自己生氣 先想辦法讓你成事 好像不太對喔 很好笑 常態性的放鴿子到底是想怎樣 你就不要跟那種人當朋友吧 哈囉 小心乾 為了不讓你生氣 丈夫勉強去洗碗 也努力安排家庭活動 可是要不了多久 他就會固態附蒙 固態附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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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可能只會堅持幾天幾個禮拜 一個月之類的 然後就之後又回去他原本的狀態 為了跟詩緣真的不選擇 選擇不生氣帶弄哭水 你在提到這件事我要 我要保護詩緣 如果有很常知道朋友要提早約 兩點壓到你要約一點 很聰明 你要改變你約的時間 好像挺不錯的 挺不錯的 好 我們下次可以試試看 於是太太就會勃然大怒 我不是說了好幾次嗎 這樣的狀況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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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重複 走音 現在都是失眠欺負 好的可以 好的可以 注意小時寶喔 注意 12名 沒錯 人是無法輕易改變的 因為過去的人生都是這樣走來的 請了解一個事實 人只有自己主動想改變時才會改變 是的 我就是這樣子的人 沒有啦 遭受強迫時 除了覺得無可奈何 真討厭真麻煩 甚至是變得更不主動 強迫只會使人停止 停止思考 我在講什麼 停止思考 演變成怠惰和反抗 但不必絕望 不可思議的是 你雖然無法改變別人 但可以改變自己 隨著你的行為改變 對方或許也會跟著調整 竟然沒有選擇 站在表哥這邊 這個嗎 謝謝點的 韓式花束 常態性放哥子 已經是養太多了 需要一個一個運動 請不要養哥子 謝謝 才不是這樣咧 謝謝點的 哈囉照相機 謝謝 剛剛講過了 哈囉 請丈夫幫忙做家事的方法很重要 你可以跟他說 你如果可以怎麼怎麼做 我會很開心 然後就算丈夫不情不願地做到了 你也要充分地表達出高興和感激 甚至誇張點還可以說 有你真是太好了 一家人出去玩真幸福 平常多說多讚美 與 嗯 平常就多說讚美與感謝的話 更有效果 我一直 我一直念錯 對 最後還在下個月才選美 嘿 怎麼記啊 謝謝檸檬的向日葵 被擺眼了 會講話這點也是蠻有的 對啊 就是表達的方式不一樣 也是蠻有的 蠻 蠻 差蠻多的 對吧 這是什麼 謝謝點的 花瓣趴 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ed 好酷喔 剛剛那個是什麼啊 好酷喔 咳咳咳 哈囉 晨晨 丈夫會覺得 原來這麼做 可以帶給家人這麼大的喜悅啊 我下次還要再做 之後不用你吹 她就會自己做 是耶 應該大家都喜歡被稱讚吧 我也是一個蠻喜歡被稱讚的人 所以 就是 譬如說跳舞的時候 只要有人稱讚我跳得很好 我就會跳得更好 這樣 好像蠻多人是這樣 我覺得音組 蠻多人都是這樣子 就是 喔你跳得很好欸 然後 就會更努力的想要表現自己 然後跳得更好 會怎麼跟爸爸表達 什麼意思 謝謝謝謝 可是我覺得 有些人就是要適度的稱讚 你不能 你不能就是 想要她表現更好 所以 一直稱讚她 一直稱讚她 好之類的 這樣她會什麼 叫什麼 心態膨脹嗎 是這樣講嗎 就是她會 她會太 覺得 喔對 我就是很厲害 然後變得很 自大 那種人 不行不行 對 接受 所以 有些 你就要了解 那個人是什麼樣子 比如說 你適當的去鼓勵她 可是 不要 她 其實沒有做什麼 然後就 喔你好棒 我覺得你真的很厲害 什麼的 YES 我很厲害這樣 比較嚴格 不會用稱讚的樣子 對 他們就是 都 定在那裡這樣 本家的都好兇 什麼意思 所以要一直嗆鈴 不是好嗎 像是我們組 就是 就是 喜歡被稱讚 然後不太難 就 怎麼講 只要 被說什麼 我們會改 可是就是氣氛會突然變 超級 超級 沉悶這樣 只要被罵了之後 然後我們 全部就會 都不講話 不然就是那個氣氛很差 然後就 然後如果有人稱讚說 我覺得那個 櫻竹今天表現得還不錯 然後我們就會全部 這樣 耶 然後很開心 然後就跳得越快 越跳越開心 然後就一直被稱讚 這很棒 喜歡羽鈴的身高在衣物上 怎樣啦 哈囉韓韓 哈囉薇如 櫻竹小朋友 是的 小明 哈囉 像這樣嗎 不太對 有一點 太多了喔 適度的一點點鼓勵 這樣子就好 應該每個人都是這樣吧 幾乎啦 但也有些人 是那種 就是自我要求比較高的那種 好像 好像 草主就是自我要求比較高 所以他們 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們平常會不會稱讚 什麼之類 但是我們是蠻常 稱讚別人 比如說看到 因為裡面一定會有一些不太會跳舞的 然後 就 比如說他們學會一個動作 天啊你很棒 這樣子 對不對 可愛的剛剛好 謝謝 到底在說什麼 好 哈囉 玩魂迪迪 熊妹哭哭 沒有啦 圓得很剛好 真是謝謝你喔 好 好繼續 正所謂 人會因為他人對自己的期待而有所反應 我們身邊 我們身邊有太多人是你想要改變的 請放棄努力讓 蛤 請放棄努力讓別人改變的念頭吧 那只是徒勞無功 請你試著花同樣力氣 注意對方的優點去誇獎和感謝 至少你可以情緒穩定的生活 穩摩穩的好可愛 嗯 適度讚美 能美 什麼 謝謝明金的新之館 適度適時讚美的拿進彼此去 對 圓圓的很可愛 真是謝謝你 謝謝你 但我不會繼續圓下去了 好嗎 可以嗎 我會努力的 好 這一篇的便條紙 我們身邊有太多人是你想要改變的 請放棄努力讓 嗯 我為什麼一直不會念這句 請放棄努力讓別人改變的念頭吧 那只是徒勞無功 你可以偶爾說一下 譬如說 我覺得你這個地方做得不太好 你要改一下 這樣 我就是那種就是平常有人跟我講 我會聽 然後可能改革一兩次這樣 可是我會 譬如說哪根筋不太對 然後這一天就突然 突然達到他想要的目標這樣 然後 就會被說 你很棒你很棒 然後之後就會繼續這樣子 就是一定要突然哪根筋不對 譬如說 整理房間 我房間很亂 你房間很亂 你可以整理一下嗎 喔好 然後就收割一兩樣東西這樣 然後哪一天心情很好就這樣 叮 然後就突然整理 整理超乾淨 然後就會自己很有成就感 你不覺得整理房間是一個很有成就感的事嗎 被你整理得很漂亮很乾淨 然後就會這樣 天哪 好乾淨喔 我以後就要這樣 雖然可能過一陣子他又會亂 但是突然哪根筋不對的話 他又會變乾淨 就是這樣子 所以現在哪根筋 這個我也不知道 這個是 無法預知的事情 對 就是 哪一天哪根筋不對 房間突然變得很乾淨很漂亮這樣 果果根本沒有和筋怎麼辦 很壞耶 有啦 人家也是有 有跟筋的吧 在說什麼 不要這樣子 對 哪天吃錯藥 哪天吃錯藥 你就突然就毀了 是不是 比如說我有一個動作 永遠學不會 突然哪一天就 天哪我毀了 這樣子 表哥你都不丟拆拳 然後我就丟個一兩次 哪天哪根筋不對 你就轉推了 是不是 打敗的筋叫做面筋 什麼意思 頭痛的時候吃胃藥就可以了 蛤 哈囉 幸福 你哪根筋不對 這是指紋 不是疑問 什麼意思 就是可能那根這樣 這根 藏在這裡的這一根 哈囉 永在新加坡 好 下一篇 既然不是說就幫你衝到第一名 這表妹真笨 但是可能這個範例 用在你身上比較實際一點 好嗎 你都不丟拆拳 然後哪一天 嗯 就 就 怎麼樣 就 就 就丟個一千個這樣 一千個 到底在說什麼 我不知道我接不下去 哈哈 比較適合你嘛 就這種威力才對 就不出來 蛤 好 最近好像一直聽到什麼 聽到什麼 聽到什麼 我們繼續 我們繼續 你哪根筋不對 然後回答 我是李聖鏡 你很煩欸 什麼意思啦 李聖鏡很漂亮欸 我喜歡 我有看她演的韓劇 你喜歡她嗎 本王妹子 好 繼續 第九篇 憤怒背後有 憤怒背後隱藏其他情緒 時常注意 然後說出來 沒關係 我現在也看不懂她的標題 想要說什麼 有時候 母親會因為小孩子犯了一丁點錯 而勃然大怒 這時候 憤怒的主要原因 應該不在孩子 而是另有其他原因 許多時候 母親發怒的真正原因是 你害我什麼都不能做 因為有小孩無法上班 老公一點忙都不幫 生活艱苦 想買的東西都不能買 沒有人知道我的辛苦 等等也是背後的原因 嗯 李聖鏡是世界上最本身 真的 書小寶一點 沒有啦 李聖傑是誰 哈囉八卦男生 憤怒背後還有可愛 好謝謝你 卡彈 偶像不會有彈 反正就是前陣子感冒 然後 可是我很常這樣 我也不知道 老彈 我不管 繼續 憤怒只是表象 隱藏在憤怒背後 還有孤獨 寂寞 悲傷 自我延誤 不安等無法表現出來的負面情緒 許多情緒可能連當事人自己都未察覺 即使平常這些負面情緒隱藏得很好 然而一旦觸及導火線就可能引爆 嗯 金師傅的時候 喔金師傅 我其實沒有看金師傅 但是 我看的是什麼 想暫停的瞬間 嗯 是嗎 想暫停的 時間還是瞬間 那個蠻好看的 我發現我喜歡看一些 就是 特殊能力的 韓劇 你懂嗎 特殊能力的 比如說 還有什麼 毒心術 那種 恩采 蛤 大劍竟然有看 難怪羽林媽媽現在不在家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謝謝寶寶妹子 向日葵 原來是媽媽的吐槽 喔對 對 就是這樣子 好 搭電車時被人踩到腳 被對方等 朋友的無心之言 男朋友或女朋友回電子 郵件遲了 當你因 當你因 而比平常更大發雷霆時 等一下 等一下 暫停 從念 當你因而比平常更大發雷霆時 請意識到你的憤怒之下潛藏著沉默的不滿 中文啊我也覺得 我就說我是火星人 我會瞪你為什麼不踩大力一點 那你被其他人踩你也會這樣嗎 譬如說一個阿嬤 然後踩到你的腳 你會說 你為什麼不踩大力一點這樣嗎 好像怪怪的 為什麼 不是啦 他因而會大發雷霆 我要被你打敗 等一下等一下 我的手機要充電 等一下 等我一下下喔 Hello 哈囉 什麼肚子 你說嬰兒大發雷霆 你可能會截止你 你趕快逃吧 哈囉 玉婷 阿嬤出現你要把腳收回去 你要說阿嬤你為什麼不踩大力一點 先去穿剛好 沒那麼誇張好不好 傻眼 當不滿累積太多 當感到疲勞時就很容易爆發怒火 特別是對小孩或親人 因為不必顧忌 情緒的蓋子也很容易掀開 好像也是 尤其是對弱小的孩子 很多人一發起脾氣就無法控制 導致家暴或棄養的情況 Bibi你在幹嘛 阿嬤你有什麼沒感覺 要吃巡禮寧喔 育有一女的單親媽媽 H小姐說過這樣的話 常聽說有家長把小孩丟在一邊好幾天 甚至餓死的事件 我想我很能體會他們的心情 我整天為工作為家事操勞 還要為養小孩煩心 所有壓力都湧上來時 真的有想把小孩丟掉的衝動 還好我媽沒有把我丟掉 因為我太乖了 就像雨淋罵你們沒太開心 我有罵你們嗎 身為單親媽媽 獨自養育孩子的H小姐 為了償還前天留下的債務 兼了三份拆 她的壓力和辛勞已經到達頂點 哈哈哈哈 家暴和氣養只在一面之間 我也有可能這麼做 支持我奮鬥的力量是有人肯聽我抱怨 只要如此就夠了 前天 對啊她寫前天 前... 喔前夫 我真的要笑死 前夫啦 前天 我被我自己打扮 我剛剛講的前天欸 好好笑 她寫 為了償還前夫留下的債務 好好笑 我要被我自己修死 還好我媽不在我旁邊 不然她又要笑我了 是前夫好嗎 不是前天留下來的 我是前夫留下的債務 停 新的容量有限 當我發現自己對某件事的不滿 揮之不去 欲積欲躲 快到達頂點時 就要趕緊發洩出來 獨自守著 焦慮和忍耐是不好的 偶爾尋求別人的傾聽 傾聽和協助 乃是生存的智慧 哈哈哈哈 兩篇就能偿還我們夢 隔天就要還利息 還有不要笑我 小天 哈哈 好藥 不要再笑我了 為什麼沒在床啊 請 好 這一篇的便條紙 新的容量有限 當發現自己對某件事的不滿 揮之不去 愈積欲躲 快到達頂點時 就要趕緊發洩出來 所以一定要找到一個 願意傾聽你的垃圾的對象 就是 發洩情緒的對象 不是發洩情緒的對象 是 就是願意聽你說話的對象 懂嗎 寶寶 這樣寶寶 他都不理我 新的容量 還好嗎 唸完了 這是今天的部分 結束 我們才唸到第九篇 還有 九十二篇 願意傾聽你的垃圾 就是願意聽你訴苦的人 被BB無視 對啊 真是的 他每天都無視我 每天追著垃圾的廁所話 不是啦 直播最常說的話 是嗎 BB 張BB 嗨 BB 來抱抱來 來抱抱來 快點 張BB 掰掰 出去玩了 要不要出去玩 快點 來抱抱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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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這裡啦 這裡啦 抱抱 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啦 不要生氣啦 好啦 這是你的直播間耶 你都不好好工作 是不是 你都不好好工作 沒事沒事 你就坐在這裡就好了好不好 你在這裡陪我好不好 寶貝啊 好可愛唷 他昨天洗澡著了 現在香香的 去哪裡啦 你在幹嘛啦 你在幹嘛 哈哈 又要跑掉 不要跑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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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我都不理他 哪裡 等一下 你看 喔 謝謝孝賢的 音衣 用 口罩 你才錯咧 我那麼香 情緒智商 對 為什麼我被親了就開始掙扎 真是 寶貝啊 過來嘛 來嘛 都不理我 好吧 我們來念寶寶 大走心 走小步一點 不要走心 要練習不生氣 你 哈囉 游泳到對面 來吧 你被雨淋親也會掙扎 你最好是被我親過 你被我親過你可能就不再了 哈哈哈哈 吹屁啦 探用啤啤 不要舔哪 離開後再 怎麼念 吃我 在吃我 我好吃嗎 被消失 對被消失了 吃你 是什麼意思 哈囉 咬咬咬魚 寶貝啊好了啦 不要停 你又咬我不要停 真的是 中不中 什麼意思 我要忘記了是什麼意思 我们的亲亲猪猪宝贝勒 哦 萧博会 我一直忘记中部中是什么 不要再舔了 哈喽猴子 张BB 来吧 我们要念榜咯 你还是巴的试园好安全多 是吗 可能也没有安全到哪里去 好了啦 来喽 第一名是孝贤 谢谢孝贤 我要帮主播做拍拍了 第二名是点 谢谢点 第三名是雷一主播 哇 哇 大家晚上我们一起去看雷一主播的直播 哎啊我的卡 哦 哇 哦 哇 不是因为儿子 我可以三天 一眼 哇 哦 它是这样呢 來寫一寫 等我 來寫一寫 來寫一寫 我畫得真好 好 第四名是Sparky 謝謝Sparky 第五名是黑流星 謝謝黑流星 第六名是沙悠 謝謝沙悠 第七名是檸檬 謝謝檸檬 第八名是天佑 謝謝天佑 第九名是空白 謝謝空白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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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名是空白 第十名是落日一孝 謝謝落日一孝 把隔離 也不僅 真是 沒關係 我們再選一張 再撥一次 好不好 第十一名是洪偉 謝謝洪偉 洪偉在哪裡 洪偉 第十二名是酒蛋 謝謝酒蛋 第十三名是櫻桃貓 謝謝櫻桃貓 第十四名是本王梅子 謝謝本王梅子 第十五名是呆呆 謝謝呆呆 謝謝呆呆 第十五名是呆呆 謝謝呆呆 第十六名是明金 我十分為十五名 在哪兒 有些錢 我十分為十五名的 多於是 我十分為十五名 我十分為十二名 呵呵,等一下,我找不到 等等 哈嘍哈嘍哈嘍 大家 不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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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嘍燕子 謝謝點的心之怪 等一下 看一下 在哪裡啦 找不到 嘍 掰掰 看到大家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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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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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哈喽 嘿嘿 谢谢大家今天拍我直播 哎哟到了 谢谢西兰的许愿评 来拍照 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前面要想用镜头请你们 你这样休息QQ 我礼拜 嗯 礼拜天没有播 对 我礼拜天没有播 嗯 礼拜天 好像没有 我们礼拜天就可以见面了 是吗 啥优惠来吧 耶 原来是这样子比的 是这样子比的 呵呵呵呵 想太多了 你又不是女的 你可以去一趟 可能要14天 周日约会见 期待跟你们约会喔 约会好好玩 对吗 什么意思 对 约会 哈喽奇山珠 嗯 出门 嘿 拜拜 约会不见 到底是怎样 好啦 拜拜 谢谢你们 没有他没有想要来说拜拜的意思 拜拜 谢谢你们喔 约会见不到 哦 喜欢的人跟别人约会不是戴绿帽吗 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原来如此 你要戴绿帽吗 拜拜 拜拜 拜喽